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男人的音調比女人的音調低 音調代表頻率 男人的音調比女人的音調低的話 代表男人的這個頻率 頻率 男人的 發出聲音的頻率小於什麼呢 女人發出的頻率 是因為男人聲帶著什麼 A選下 振動弧度較大 不對 振動的弧度代表什麼 代表響度 不是代表頻率 B 振動弧度較小也不對 咱們看C 振動的頻率較低這個對啦 男人振動頻率較低的話 所以他的音量比較低 這是對的 咱們看D 振動頻率較高這不對 所以大家應該要學C 會以為是 我們要學C 自己的動作 我們會先說 我們會先說 這一個動作 說